I was turned to dance Days turned to weeks One thing that I know for sure Hello大家 今天呢是一个久违的Garry with me 我今天嗓子不是特别的好啊 先喝口水 因为我最近又在生病 然后现在是感冒的尾声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这两个月一直在生病 就前阵子刚好一点点 给大家拍的那个粉底实测之后 马上马上又感冒了 就是这种重感冒的那种 所以现在嗓子真的很不好 然后那个鼻子还是有点点堵的那种状态 所以就希望大家尽量一下 我今天尽量少说话 然后多化妆好不好 然后刚戴好影仙镜 我蛮喜欢我最近买的这副影仙镜的 真的超级无敌好看 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这个牌子的 我之前也是看另外一个博主推荐 然后看它戴超级无敌好看 我就把它买了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叫什么Pale Jasmine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漂亮 就是我永远现在上面的颜色 就有点自然 但是有一点点微微的 轻轻的混血感在里面 然后今天的想画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非常有冬日感的一个 比较偏巧克力色的妆容 因为我最近不是入了这个吗 Wooda Beauty的这一盘 我之前有发微博跟大家分享 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它搭配出来妆容真的非常的秋冬感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用这一盘 然后来给大家画一个 我最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妆容 然后今天的顺便 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不是刚去完就惠州回来吗 跟我朋友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聚会回来吗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带出去的一个化妆包里 有一些什么东西 好然后首先呢 先来上一个防晒 我今年超喜欢的 这款防晒我个人超喜欢 它保湿力超好的 OK就完了 这真的是吸收非常快的那一种 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粘腻的感觉 但是它有点像是上保养品的那种感觉 就是肤感特别的好 我最近入了两支的这个 酵色他们家这个遮瑕液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它的那个滋润度还蛮高的 然后有一种好像有点微微的油感在里面 还蛮好推开的 就是一种绵绵柔柔的那种质感 好在形容了 然后我买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比较偏橘调的这颜色 叫裸橘色03号 然后这个呢一般我是在妆前 就是底妆之前先来做一个 就是这个眼下这边的就是黑眼圈的一个颜色的校正 我觉得目前使用下来没有出现什么卡文的现象 还可以 哎呀我上妆前了 啊气死 妆前我这次在去那个惠州的是这个 Lunasso他们家这个妆前隔离 它这种黄色的这种乳液状 然后很好推开 而且有一点点保湿力在里面 然后它这个黄色呢可以提亮肌肤 所以这一个呢我也很喜欢 然后之前也很喜欢另外一款是粉色的 粉色的话我觉得比较提气色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做完妆眼部的 你看大家看黑眼圈是不是马上削了很多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接下来用一下我们的底妆 然后哥平他们家的这个叫粉膏啦 无痕 光感滋润无痕 无痕还是无痕啦 无痕粉膏 伴侣是一定要的啊 伴侣没有的话就是不行不行不行 它就是很自然然后很贴肤 可是它治下它又很好的那种底妆 我这个超级无敌喜欢这个 接下来呢用一下另外一支 校色汉文家这个遮瑕液的一个01号亮肤色 我真的很喜欢校色汉文家的产品的包装 你看这个遮瑕液的包装 做的也真的是很漂亮 它上面这种很有质感的这个盖子 然后整个瓶身就是拿起来就是手感特别的好 好啦那接下来就是眉毛部分 然后眉毛部分呢 因为就是今天比较临时起义的一个Guardian with me 所以就来不及继续续修眉毛 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野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野兽眉来着 今天画的眉毛稍微浓密一点点 然后稍微要有一点点往上调的那种感觉 现在用一下YUNI的这支染眉膏 它是比较偏有一点点巧克力红棕调的那种感觉 然后先刷一遍 尤其是眉头 眉头一定要用野生眉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这样先放着让它干 然后继续把左半边的眉毛补上 然后呢接着就是用一支比较偏灰棕 就是比较黑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眉笔 然后去画根一根的线条 让整个眉毛看起来会更立体一点点 就像在画假毛流那种感觉 如果有液体野线笔也是可以的 但是颜色反正就是要偏深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重头戏 我们的眼影部分呢用到的是这一盘 超漂亮的Huda他们家这一盘 叫什么名字来的 沙漠玫瑰还是什么之类的 还是反转玫瑰忘记的名字 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金金 它整个配色真的超级无敌漂亮 非常非常的秋冬 就是那种红棕巧克力掉的那种感觉 最近呢我就使用一个三四次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随便搭配出来的眼妆都很好看 而且这个真的是消肿神器 每一个颜色使用在眼上 都是会加深眼睛的那种深邃度的 盘的亮点呢就是 就是你看这颗超级恶心的这一颗 它就一颗一颗的 就是它把那个好像说是把亮片 包裹在这一颗一颗里面的 然后你买到的每一盘里面的 这一个颗粒大小跟密集成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点是还蛮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 就是那个感官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是密集恐惧症的人 这一颗你一定会觉得太恶心 什么东西 就是这颗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是肿瘤吗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真的太恶心了 就是颜色真的不美观 然后它整个摸起来就是那种滑滑油油的 把它推开之后 它就是这种比较湿润的 这种感觉 然后有点微微的珠光 然后说是全脸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眼睛啊 当成高光啊 或者是涂在嘴巴上都是可以使用 但目前为主我还没有使用过 因为我觉得它颜色真的超级淡 你自己看是不是似有若无的那种感觉 所以目前为主还没有用过这颗颜色 然后我今天就要用这一盘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用这一颗 这个颜色呢你可以打广一点点没有关系 因为它颜色整体会比较淡 然后但是它有种消肿的作用 你看瞬间深邃度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用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是一个有点点巧克力 棕色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这颜色也很漂亮 你可以直接用指腹沾去 然后直接涂在我们的双眼皮折内 然后下眼睛的部分也要带到 然后呢 刚刚这颜色你也可以直接着重的 用指腹按压在我们这眼头的地方 有点好像做一个鼻影的这种概念 这样眼睛看起来会更加的深邃 然后鼻梁也会看起来比较挺 你看这一块地方 然后呢你可以用同一个颜色 再拉长一下眼尾的部分 这颜色真的很万能 接着呢如果你觉得你眼睛还不够深邃 然后你可以用一下这个 像这种红棕啊 还有这种巧克力棕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有点像是在眼线处的地方 再加深一下下 像画眼线一样 但如果你本身中庭比较短的话 就千万不要把下眼睛晕得太宽了 就会显得你中庭更加的短 这个是这次的眼线直画 就是内眼线啊 不要画到外眼线 这两只眼睛的大小跟深邃度就很不一样了 有没有 然后我现在把左半边眼睛补上 然后用一下这个爱杜莎的睫毛膏 随意的扫过就好了 上睫毛不用太在意 主要是下睫毛的部分 下眼睫的部分呢 我准备用一下这个 眼线列比稍微再补一点点 OK 然后呢稍微修个绒 我们用一下这个毛骨瓶他们家的修容膏 这个已经被我用到刷子上的字都没掉了 你就知道我有多喜欢它了 然后我用一下这个 我今天想要用这个刷子 腮红的话我准备先用一下我前两天刚收到的这个 以及他们家的这一块腮红做个打底 叫做桂鱼月这个颜色 整个腮红打的呢是有一点点三角区的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先做一个打底 这颜色还是不够巧克力 所以我还要用回我之前的那个颜色 这个叫焦糖银杏 长这个样子的 这颜色整体就会比较偏巧克力 棕掉一点点 但是还有一点点橘掉在里面 这颜色就跟我刚刚那个 我的那个叫什么眼影的打底色就很像有没有 然后这颜色就横着的 山茶拿铁的颜色我也试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整体呢会更加的偏 我觉得涂掉 然后里面带有一点点红掉在里面那种感觉 哇这样的颜色都超美的 这样的颜色是我近期特别喜欢的腮红颜色 都混着搭的那种 然后可以带点鼻头 好接下来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口红的部分 然后口红部分我这次入了三只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口红 而且很便宜很便宜就是这个好像是立萌他们家的这个 丝绒唇釉 它质地就是很像阴凸釉的那种唇泥 自从阴凸釉的唇泥火之后呢 很多品牌都开始出这种类似的这种质地了 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只是有一些质感比较不好的 它们会掉屑然后呢它的泥会很厚 不容易涂匀 然后会有点厚厚的浮在嘴唇上的那一种 所以呢这个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质感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丽萌他们家这个还可以 就是我觉得对于它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算是CP值比较高的那一种 你看它整体就是这种比较偏厚的这种质地 好好看哦这些颜色 我今天就很想要用它这个零四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先用S01做个打顶 这S01就跟我之前很喜欢的intuyou 他们家那个EM04还是什么的 那颜色特别的像 这颜色上去就是很温柔有没有 就是我的颜色 但是今天那因为我想要不一样一点点 所以呢我想要再搭一个S04看看 这颜色 哇我整个相机彻底曝光 感慨 调一下 那直叠唇要一定要把它 边缘晕开 然后我现在想要最后 点几个字 就是在脸上 把我本来的字 点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 谢谢观看